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蒂与维拉的趣味厨房 这款面包真的很像真的狗骨头吧 我没有尝试过如果真的摆在狗的面前时 不知道狗狗真的会吃吗 会尝试做狗骨头面包 是在两年前因为好朋友的推荐 一看到的时候就惊艳不已 马上就迫不及待 结果一试就上手 好吃就停不下来咯 所以这款面包三不五时就会出现在我的家中 在烘焙的世界里 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它充满了实验以及创作的空间 面包里有不同的成分 你可以试着添加入小麦粉 胚芽粉 鸡蛋 牛奶 内馅等 还可以养酵母啊 这些环节都会使得面包产生不同的变化 另外 面团具有可塑性 我们之前用编辫子的方式来做圣诞花圈面包 还有花式整形的圣诞树面包 更可以让面包的造型产生出千变万化 今天的狗骨头面包透过造型 不仅让面包真的很像骨头 包上了培根的面包 更让整个面包的口感增添肉香的风味 这款狗骨头面包看起来不简单 但其实做法很简单 是非常适合亲子动手做的一款面包 在孩子们的世界里 许多创作跟大人的眼光角度有大大的不同 之前我曾经陪孩子做过蛋黄酥 小孩子所做出来的蛋黄酥造型 就带给我许多的惊喜呢 我们用欣赏 耐心的态度来陪伴孩子 反而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平凡的生活 增加许多不平凡的乐趣哦 狗骨头面包 简单上手 美味入口 烘焙其实很有趣 Let's go 面包的制作步骤 1.搅拌面团 2.基本发酵 3.分割滚圆 4.整形 5.最后发酵 6.拷贝 7.装饰 8根狗骨头面包配方如下 我们依据配方秤料 还记得吗 面包的材料分为干性材料 湿性材料 油料 这几种材料特性不同 在备料 搅拌的时候 稍微区分开来 对于面团顺利搅拌出筋性 会比较有帮助 这次的面团 我们在干性材料中加入小麦胚芽粉 小麦胚芽蛋白质含量约31% 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 而且富含矿物质及维生素的营养补充食材 经过烘烤 还会产生一股天然的麦香 很适合添加在面包 或者是牛奶 豆浆等饮料当中 我们把干性材料的高筋面粉 小麦胚芽粉 糖 盐 酵母 先放入搅拌缸 然后加入湿性材料 水 就可以开始搅拌 若是没有搅拌机 用面包机或是手揉 都是同样原则 面团搅拌成团 煮汁平滑没有疙瘩后 加入无盐奶油 再搅拌至面团均匀柔软 具有延展性 因为加入了小麦胚芽粉 所以面团上的色泽 会带有一点乳黄及麦香 接着我们撕下一小块面团 试试看用手掌能不能撑出薄膜来 这才代表面团的筋性是OK的哦 接下来是基本发酵 基本发酵在常温下 时间大约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基本发酵的适合温度是26到28度 湿度为75% 若是在家中没有发酵箱 面团的发酵就会因为温度 环境的湿度会有不同的反应 而最好的检查方式就是 我们用手指沾一点水 往面团的中心插入 如果面团没有马上回弹 就代表基本发酵完成咯 然后是面团的分割滚圆 我们将面团分割成70公克的面团 总共有8个 然后拍气滚圆 静置15分钟后 才可以进行整形 整形时我们先将面团擀成椭圆 然后再横向擀成橄榄状 我们要在面团当中铺上起四丝20公克 然后卷起 所以可以在面团的下缘压成法状 这样子等一下面团卷起的时候 面团会比较容易粘合 我们将面团整形成 约15到18公分的细长船型 先置放一旁 接着在完成的船型面团的左右两边 切开面团 并且将两条面团向内折入 这样子狗骨头的形状就出现了 在这个部分 记得要把面团压紧压实 免得烤的时候起丝容易爆僵 然后再卷上培根片 卷的时候 记得培根的尾部收在面团的底部 否则烤的时候 培根会因为松缩 加上面团的膨胀 就会使骨头的造型整个错位 这就是我们整形好的面团 接着最后发酵50到60分钟 发好的面团 骨头的部位 烤的时候面团膨胀 容易使原本折入的面团会移味 所以我们可以再压紧实一点 接下来进行烤焙 我们用上火200下火200 烤22到25分钟 狗骨头面团面团 狗骨头面团 融合了视觉 触觉 嗅觉 味觉 还有听觉的五大感受哦 烤的时候很有趣 培根受热所产生的噼里啪啦声音 加上浓郁的培根香气 真的是满是生香 让人食指大动啊 烤好的狗骨头面包 再稍微凉一点 还带有温度的时候吃 是最美味的 内馅的起司 缓慢的流动弹息 再加上扑鼻的培根肉香 在高温的烤培后 我们几乎把培根中的油脂逼出来 所以吃下的那一口面包当中 有着天然的麦香 浓醇的起司香 以及厚味的培根脚感的肉汁 狗骨头面包 堪称是最佳的五感体验 再加上它独特的造型 在维拉多次的验证之下 第一眼看到这个面包时 它的惊奇指数 真的是百分之两百啦 狗骨头面包是一款 道地的咸式面包 对吃惯甜面包的你 偶尔来点不一样的风味 是不是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 有了那么一点点不平凡的变化呢 今天的狗骨头面包就介绍到此 面包的配方可以参考 我在影片下方的留言 欢迎您点赞 按小铃铛订阅及分享 海地与维拉的趣味厨房 烹沸小尝试 常常会有人问我 在面包中加入小麦粉 坚果粉的比例 要多少才是合适的 嗯 我的答案通常是 只要是加入的比例 或者是材料 不会影响到原本 面包的风味 口感的话 大家都可以充分 发挥实验的精神 以狗骨头面包为例子 我使用的高筋面粉是300克 小麦胚芽粉用的是30克 占面粉的比例是10% 小麦胚芽或者是其他的麦粉 会有膳食纤维的口感 在成品面包中 会影响咀嚼的口感 加入越多 面包的柔软度就会减少 所以要看个人的偏好 来决定添加的比例 一般的话 我都会建议添加的比例 是在8%到15之间 狗骨头面包 我曾经尝试加入20%的小麦胚芽粉 培养香气会更浓郁 咀嚼起来会更有韧性 味道非常不错 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哦